各位的酸辣湯头 加上鲜味十足的海鲜 光是用看的就有够开胃 瓦城集团旗下的大新新泰式面食 现在却遭人投诉 用餐后吃坏肚子 还差点害孕妇早产 躺在床上还是很不舒服 翻来覆去 这位黄姓孕妇怀孕三十五周 和丈夫朋友去吃饭 大家却上吐下泻 孕妇还被医生警告 可能会对胎儿造成影响 事发地点就在桃园中立 这间大新新泰式面食店 十六号中午他们一行人 四人前往用餐 当天餐桌上黄姓孕妇 丈夫和朋友夫妻党 一共点三样餐点 其中有两个品项都含有半熟蛋 导致有吃到的三个人 上吐下泻就医 然后后来那个店家的回复是 我觉得一开始是还蛮不友善的 所以下次来用餐的部分 整包糖心蛋放进裁剪袋中 桃园市卫生局也在二十号前往裁剪送宴 要厘清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 当天检查没问题 店家也已经恢复营业 对此双方已经和解 所属的瓦城集团强调 针对受影响的顾客也持续关怀 提供必要协助也将持续关心 孕妇后续的身体状况 华视新闻王运竹吴全元宋一章 桃园报道